大家好,第一次去拍片,有點緊張,不好意思 今天想分享的題目是如何成為一位禮節師 這個問題我身邊有很多朋友都有問過 究竟你如何成為禮節師 其實在香港,我們香港教區的禮營委員會 它是有一些課程去教你如何去做禮節師 是由禮委會去舉辦的 但我自己是沒有去參加禮節師訓練班的課程 反過來,我是吸收我過去做負製、負尼薩的經驗 累積了,然後再做禮節師 因為其實初初做負製時,我記得大一班 主要叫我去做一些比較濕碎的崗位 例如拿十字架、拿納妝、拿掉腦、帶動驚帶水、土曼這些 我今年呢,即是2023年呢,就是我成為了負製的第十年 因為我是吸收了過去我每一台 我付每一台的禮薩的經驗,累積了來 再深化自己,運用在平時我付禮薩 即是無論做負製,或者做禮節師上面 我是可以運用到 再加上呢,我有時也會去請教我的個人神師 我的教導導師 我的個人神師呢,她也曾經有好幾次的經驗 應該是有好幾年的經驗 在一些大禮尼薩裡面去做禮節師 所以我偶爾也會去請教她 叫她幫幫我做禮節師 我記得我人生第一次在一台大禮尼薩裡面 去做禮節師 在差不多三年前,應該是三年前 即是2020年的十月 我受邀請到某個堂區去做禮節師 當時請了一位主教去做禮節師 他們就邀請我去做禮節師 我當時真的緊張 我是第一次在一台大禮尼薩裡面做禮節師 而且那位主教是主教 那當然是會緊張 我當時馬上去同學 我那個教導導導師 我個人實施去聊 去看看她怎樣幫我 她跟我說,你不用緊張的 你求聖神幫助你就行了 求聖神幫助你 在禮節上面做到好 那就已經沒有問題了 其實我從18年開始做禮智師 做到現在已經有五年時間 這五年入面我經歷了很多事情 有很多開心事 有很多艱難的事 加難的事就是在疫情的時候 所有的禮智都停了 我又不能做附製 多比兒我覺得很辛苦 當時真的有鋪人想去附禮智 因為停了禮智那麼久 我又躲在家那麼久 就好像有鋪人想犯了 到近兩三年 都有機會是一些 因為我本身不是一位附居附製的 我是一位自由身附製 主要是有某些團體 或者是私人的禮 他們有時要附製 他們都會找我 通常都是一些熟人去找我 我就在一些私人的禮儀 或者是團體的禮儀裡面 附禮 做附製 其實做禮智師 除了你要精 首先做禮儀要有的東西 所謂的requirements 首先你要對禮儀 你要精通整個天主教的禮儀 無論是羅馬禮都要精通了 因為禮智師的主要職責就是你要統籌 以及帶領整個禮儀進行得非常順利 這是你的首要工作 對禮儀這套東西要精通之外 你要對你的修養要非常好 因為你剛才都說過禮儀的主要工作 就是要統籌 帶領一群父子 如何走位 帶領神父 你要站在哪裏 讀哪一頁經文 這些都是由禮儀一手負責 一手去教的 所以禮儀師也有一個所謂的選擇 就是禮儀嘉貝人 因為你在禮儀中 你當作的話事人就是禮儀師本人 除了禮儀 還有為何要修養 個人修養 就是你個人人 無論做婦事還是我們做評訊圖 我們個人的修養都要一定好的 要對你的修養非常好 所以第一,整套禮儀 第二,個人修養 第三,也都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懂得如何收拾衣服 沒有錯是如何收拾衣服 為什麼呢? 為什麼我強調這件事呢? 因為有時候在禮儀中 有一種突發事發生的 例如奉獻禮的時候 聖體盒裡面沒有聖體 吊爐著火 整個腰的搖禮就脫掉了 那怎麼辦呢? 所以其實做禮儀師最重要的 就是你要懂得如何收拾衣服 例如聖體盒沒有聖體 即是奉獻禮的時候 整個打到聖體盒就覺得沒有聖體 那怎麼辦呢? 即是負責或者禮儀師 就立即把聖體盒 帶回祭房 然後立即放回這些面餅 當時做面餅 聖體的東西就是 神父促醒了面餅才做聖體 然後立即把面餅倒進去 立即拿出來 這是我試過的 我試過的 那再加上 還有什麼想說呢? 那三件事就已經趕齊散了 那這條影片呢 我想到現在都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有什麼禮儀上的問題 你可以在我這條影片的留言告訴我 或者你可以E-mail我 我都可以逐一解答給你的 那這條影片就這樣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就like comment 或者subscribe我這個頻道 那這條影片就這樣 主要是大家 拜拜 拜拜